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某形东风快递 它已经瞄准了300多公里外的某座小岛 用它来打300多公里内的目标可能会有些浪费 但有的时候用它来立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另外一个方向 停在海岸边50辆射程300公里 误差1700公里的圆火也已经准备完毕 一会它将会配合东风快递 对岛上的军事基地进行洗涤 让岛上高架买的武器直接在原地爆炸 让它们变成一堆毫无用武之地的废体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降维打击吧 现在东风快递这边已经准备完毕 随即朝着距离不远处的小岛就发射了出去 被发射出去的弹道导弹 将会精准打击岛上的雷达战跟防空阵地 这种从天而降的掌法 将会让小岛上的武装力量直接变成一个瞎吕 同时在东风快递发射完毕后 50辆远火这边 也对着岛上的空军基地开始疯狂地发射火箭 50辆的火箭弹将会发射出去400枚的火箭弹 这400枚火箭弹 可能无法将整座军事基地服务 但是将它们停机坪上所有战斗机打爆还是绰绰 毕竟机场跑道留下来还是有用 接手了就可以随时起 很快400枚火箭弹发射完毕 朝着小岛快速地飞奔的攻击 400枚的火箭弹发射完毕后 先前发射的东风快递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 且距离小岛又紧 所以在不到5分钟内 就飞到了小岛上空 随即朝着预定的目标 就飞到了小岛上空 随即朝着预定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任务 等无人机将地面的目标清除干净后 接着可以派出战斗机进行接骨 同时也可以派出散兵部队直接空降 直接将整座小岛收入囊中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